今晚开战吧 战友哥 你会觉得有时候 有些人就是看不懂东西 不懂那个东西 好东西的价值 然后糟蹋好东西 看了真的是很气 比如说像你的包包 价值很贵 对 根本就看不懂 对 怎么会这样 不会很气这样的 然后男生就会说 一样都是皮 为什么那么贵 对啊 什么皮子 你的皮跟猪皮一样价钱吗 也是 对啊 不过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 也是就是有一个网友 他就早上起床 看到那个餐桌上有两个地瓜 然后他就想说地瓜 然后就把它当早餐吃 殊不知一吃 完了 这个诡异的味道 一直留在嘴巴里面挥之不去 他说快吐了 很难吃 这怎样是吃到坏掉地瓜 可是坏掉地瓜 外表也看得出来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所以他就把那个地瓜 就po上网去询问网友 网友说 夭壽哦 你这个价钱是比地瓜贵的 那个雪莲果 可是真看不出来 对啊 这不地瓜吗 这个真的傻傻分不清楚 所以观众朋友 试或懂价值才不吃亏 还是说要注意便宜 食用 CP值高才更实在 不一定 不一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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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 今晚开战吧 首先欢迎对于物股价值 不要落资产的名言 我特别是那种总是看不懂 物品价值的这种老实人 会吗 其实生活当中不试货的例子 真的是 所以前面刚刚讲到这个 雪莲果 长得像地瓜 真的长一模一样 雪莲果分不出来 我刚刚看 分不出来 还有一个网友发文说 在路边看到一台就是阿公等级 可能还不只阿公 可能是周公等级的电视 一看就是非常有年代感 可能要这样拉的那种 对开的 对 对开的那一种 然后它有精致的旁边 那柜子是精致的木雕这样 对 那应该价值连转 你看 老东西就是看得懂老东西 传统的 对 很有兴趣 对 他觉得觉得丢掉也太可惜吧 那么漂亮 对 然后他就把照片一剖 内行人就说 天啊 这台古董电视 很值钱 千万不能丢 然后整理好之后 拿上去卖 可能还可以卖到上万块 你如果是保值得好 搞不好更有价值 有那种客家的那种原创 你知道就是古时候的时候 那种大户人家 四户人才有的原创 我朋友开餐厅 他要收一个原创 全台湾只有两个完整的原创 一个40万 你知道 当年那个老板说 一倍时时两万块 这样我就是老实人不会懂的 没错 你们刚刚讲那些东西 我出那个灵异节目的时候 很多废墟 里面很多 对 你整个要收 那个电视也有 碗子也有 差别就在这儿 你没有看出他的价值 你没搬回来 对啊 不是 你去的时候 他怕搬回来 然后那个鱼 还有东西跟着 对啊 等一下我们越来越重 搬回来要别的东西 我开始问一下大家 不是货的人总是认不出好货 我甚至糟蹋了还不自觉吗 请你举牌 真的 这当然 因为出外景看那么多好东西 然后都没拿 很气 说不定你现在致富 那些有些上面有贴符 那我也不敢拿 怕 我真的会怕 真的会吗 我真的会怕 我真的会怕 这是鬼见仇 还好吧 仇 我哪有 我在里面大哄人 因为我去出鬼屋 我是穿女装 我时不时会被人家摸屁股 真的 有时候在录镜头在拍 然后我说你刚刚摸屁股 然后Eason就是我没有我 然后后面也没有人 不是 你去鬼屋已经够可恶 你还扮女装气很大 我女装很漂亮 你就是说他兄弟的身体就对了 你不要走开 你还把我放我 男女装很好看 难怪 我们再看一下 难怪你会碰到人家摸你屁股 搞不好你是 真的假的 搞不好男鬼 漂亮吧 可以吧 可以吧 他很强的滤镜 哪有 我这张照片害那个豆哥 跟他女朋友吵架 如果是出外景的时候 对啊 还不错 所以你常与老师的吗 没有啊 今天就是要聊你 怎么说要嫁给鬼 没有 好啦 对于这些不试货的行为 又云也帮我们调查了 网友们的看法 我们请又云帮我们公布一下 情报站大调查 节目与网络各大社团合作 关键调查 让所有粉丝观众 都有机会发表你的意见 而今天将由特派员又云 为网友们说出心底话哦 俗话就说了好了 我们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不过内行人呢 真的是经常会被 这些看热闹的外行人 给气个半死哦 今天我们就根据 今晚开发官粉丝团涵 网络社团不花钱手会痛的 合作民调整理出 到底有哪一些 让人家看不下去的 不试或行为 首先看到的拍摄棒 第三名 朋友用低价买进山寨品 还反过来嘲笑我买正品 浪费钱 这占百分之16.1 那有网友就分享了 就有一次他穿了一件衣服 质感跟质料都蛮好的 那朋友当然看到就觉得 蛮喜欢的 就问他说是哪一个品牌的 哪间店买的 那他当然也很热于告诉朋友 结果过没几天 朋友就穿了一件 款式很像的衣服过来 然后还过来说 我这件去虾皮买的 省多少钱 你不要再浪费钱了啦 替了这个网友 当然气得痒痒痒 那另外排行榜上的第二名 就是请长辈吃高级料理 结果他嫌分量少 不如吃路边摊 这在19.4% 好 有网友就分享 就说母亲节的时候 特地带爸妈去吃日式料理 结果爸妈吃完 付了一大笔钱 想说让爸妈开心一下 吃一点高级的不一样的 结果吃完走出来之后 妈妈一句话让他彻底心寒 妈妈说什么 这也吃不饭 不如去吃蒸鲜就好了 他说 好了 买到好东西 居然还要被嘲讽 说是冤大头 你说气不气 真的 欣欣的眼光应该蛮准的 我觉得我眼光蛮准的 但我老公不这么觉得 他看不懂 不会 因为老公娶了你眼光就准了 对 我以为他真的眼光这样 就这么准了 真的 怎么回事 有需要 我们有需要互相吹捧到这个地步 到底怎么回事 才刚开始 不过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闲内部 对啊 这支表我当年买的时候 是不是 我当年买的时候85 这个日本 85而已 黄金还是玫瑰金 玫瑰金 玫瑰金 你就是那个第四名 你先坐 你要让他讲完 有价值才会被人家做成A货 对 然后你知道现在这支表 就是在市场上 你一百万都买不到 因为没有人拿出来 然后它的价值就非常高 带来这支表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你知道 慰绕自己跟犒赏自己 当年就是买了这支表 但因为你知道我常常就是会问我 算几点 算几点 然后我说你手上不是有一支 市价百万的表 你会怎么自己不看 我说一下要上八条很麻烦 然后因为很久没带 然后你那个上八条 对啊 就带一下 上一下就好了 就是懒得拔出来在那边调 我就跟你讲 所以真货跟A货的差别 A货非常的准 又方便 又方便 也不是八条 又费 A货 你看是不是 你现在是在节目上 主意大家买A货吗 自动表就对了 对啊 没有 它不是自动 它也是调 也是调的 请你尊重人家 他要尊那个 自为财产权 是的 自为财产权 但是你知道我就是懒得上八条 然后所以我老公每次都笑 我就是说 你带了一个这么重量的手表 但是时间不准 因为你从来都不上八条 然后每次都问我 所以我每次看时间都会被他黏 所以后来我就拿手机看 对 我爸的早期的劳力是都是小的 那年代都流行 然后带一转 就不会三十 三十六 三十六的 对 然后他就有一天就去看了之后 我就跟他讲说这一支 真的 玫瑰金 会涨 一定涨 他说真的 假的 我说真的 然后他就去问 因为我想要白的 然后他有问到一支黑的 我说可是黑的我不喜欢 我想要白的表面 所以他黑的他就自己买了 你看现在涨多少 差不多 对啊 他的这个的绿色的 因为停产了嘛 所以他现在价格是他当年的 价格的两倍 他买的时候是一百万左右 他现在应该在三百 所以他绿底的已经就停产了 停产了 刚宣布而已 你看看 继续放 正常放 这样我就看不懂啊 你说绿底的 我自己也是绿色的啊 对 而且那个 你有我的防水跟耐衰吗 没有啊 没有 不是 没有 这一样 一样 我也是可以看时间啊 可不可以花那么多钱 那我们两支表最大的差别 是他可以赚钱 你一支赚不到 我 我这么可以看时间 我还可以计时 还有夜光光的 你那是拿去卖卖不有钱啊 我们买东西要用 不是要拿来卖的 我们也有在用 但用完之后还是可以卖的 可是你们那个要上八条啊 就上一半 我们俩说的事情 他觉得很累 比你在床上还要快 真的 你 不可以 不可以 他就上个八条而已 他才三秒 真的事情不能讲 不是 重点就是 我觉得花这些钱 真的很没必要 像这种东西 然后我又是一个 比较大辣辣的 有可能这样走一走 回一点我就尻到 然后心里也会弄他 看个性啦 我觉得还要很个性的生活习惯 我可能觉得 你搞不好去鬼屋 然后被鬼拔着 你会听过 鬼好事 怎么不见了 怎么会变得放鬆 好不然就学会了 就像我去大陆一样 看到阿玛尼 看那个字 在紫园 看仔细一下 不是 他叫阿玛尼亚 阿玛尼亚 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说 把钱花在这里 我会有点心痛 我会觉得他如果 对我来讲功能性 会比较好一点 职用性很重要 就像我就是习惯 因为出外景 有时候在外景的时候 你会等 然后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 其实中南部有很多娃娃机 夹娃娃机的机台 里面有很多3C的东西 就算它不是原厂的或正版的 但是你这样子夹一夹 可以打发时间之外 你还可以赚到的感觉 就像你看 我这边就会有很多这种 就是自己去夹娃娃夹到 我最近发现 通常夹娃娃机 不是都有保夹吗 通常你夹 去买就好了 干嘛 没有 没有 正版的柜 不是正版的柜 因为重点是你看保夹 它比方说这一个 它可能夹500才有保夹 可以免费拿起来 在500的过程中 你就把尽量4个堆到洞口 然后保夹那一次是可以 完成一次抓死的 这样放下去 然后等于500 我就可以一次可能夹两个三个 然后下去一个就不到200块 其实子余 我跟你说 算不是划算 其实我跟你说 你可要不要把心力花在其他 更有产品 对 就是说我们已经三级算男生 不要浪费时间再 把不同的豆腐头集中在娃娃姐 不是有钱就是要这样省出来的吗 因为你要想一个未来成本的概念 就是你现在夹的这四个起来 你刚刚说花多少钱 大概一个不到200块 一个不到200块 但是它的来源产值 你不确定 对吧 对 没错 对你手机有没有影响你也不知道 未来的成本就是说 当你用这几百块 用了这四条之后 你就要换个新手机 没错 Give it by you 你要帮我讲话 你要帮我讲话 我跟你讲 你要帮我讲话 真的 这个真的没什么用处 Triple kill Triple kill 好 你们都欺负老十 好 真的算了 你换个电子也要6800 对啊 这个就算了 为什么它会就很便宜在前面 然后把电子搞坏 不是 我手机我跟你讲 到现在没有坏 它就两个镜头 XS撑那么久 所以它是没有坏的 好 这件事我就让它过去 好 要坏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吃东西都要吃那种 很贵的无菜单料理 那一道菜 它每次出来都会说 这分子料理 我这个上面用鲑鱼卵 提升一些鲜度 后面有一些甜味 勾勒出来大海的原味 但就吃不饱嘛 那我们吃我们就讲 要吃不饱干嘛 不是 吃肉脂肪 再来跟你分享一个 未来成本的概念 你先吃了一个便宜的肉脂肪 对你身体有没有造成来路不明 心血管疾病 含量过高 淀粉摄取过高 你将来就要把其他的东西 花在医院里面 等一下 那我们吃胡须章可以吧 一样如后饭 一样如后饭 有品牌可以吧 那你要问他 我现在讲的不是 有没有品牌这件事情 跟有没有品牌 无关系是东西 你让他说精致话 但是他是做原型食物比较多 你吃东西其实你要吃好的东西 为什么 对你身体有帮助 吃烤 我在吃饱 对 第二个 其实你习惯吃饱 这件事情对你的胃是有负感的 对 而且晚餐本来睡前就不该吃那么饱 没错 所以就是等一下 蒋姐 你先不要这么暴怒好不好 对 没有 我在帮你 我在帮你 不是 因为我怕你影响情绪 慢慢来 我们可以慢慢 我在帮你 你自己告诉你 不是不是 我现在已经 triple kill的 我慢慢来 因为我也有这种 不试货的朋友 像比如说他 比如说硬要吃这种 两千或是一千的吃滷肉饭 对啊 比如说我们带他去 可能也这种板前寿司 这个女生叫做Lolita 然后呢 我们也是好心请他去吃 接近生日嘛 对不对 Lolita 然后他不吃生的东西 他没有讲 所以他一上的时候 因为我们去吃那种 江户前的握寿司 他全部都是 Nikiri 全部都握寿司 全部都是生 所以他一上来 他到第一道出来的时候 他看了我一下 然后吃了一口 然后把他放下来 第二道 鱼上来的时候 他发现 就是全部都是 生鱼片的握寿司 他说 为什么都是生的呀 我说因为板前握寿司 他几乎都是用鱼类 海鲜 贝类 他说 相当尴尬 自烧一下可以吗 不行 有些板前 我不要讲 我不要帮他 我在这里诚挚地跟小生姐道歉 就是说 我不应该就是阻断他帮我这件事情 大家对不起 可以帮了 可以帮了 可以自烧吗 有些板前握寿司 师傅很介意这件事情 没错 他非常介意 师傅就会相当勉为其难的 就你就看他面有难色的 然后觉得心情很沉重的 帮他每一道都做炙烧 你知道当这个当下的时候 你知道师傅本身是会觉得说 你如果不吃这些东西 你为什么要来 你不要来我这里 讲到另外一个 比如说像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买 日系的潮牌 然后我很喜欢买那种 就是没有人看得出来 这是一件可能价格比较高的衣服 比如说我今天身上穿的衣服 我觉得是特别假掰 就是我最希望大家都没有看到 然后是那种茫茫人海之中 比如说 这件不是九族文化穿吗 不是 这件是在绿岛飞鱼界的时候 屁 九族文化穿 因为我这件衣服也有曾经被一个好朋友 比如说我在录影的现场 然后就跟我说 你为什么要穿你外婆送给你 有像 你是客家人吗 对对的 他打五十公斤 你站起来给他们看一下 你估个价码 对 估个价码 你们觉得身上 然后还有这个牛仔裤 你说全身吗 牛仔裤 这个牛仔裤是怎么讲 我也是第一次买他们家的宽裤 然后我很喜欢它的地方在哪里 来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来 相当荒谬 就是这个 荒谬 对 就是那个logo 对 我就喜欢有一个logo 印在这边的 屁股上 然后其他什么 然后还有它的标是有一个舌标的 就它里面是 我不知道拍不拍的 就它的细节都在这里面 那价钱多少 不是 你要猜 对 你们可以猜一下 就先猜上衣 上衣你会出多少钱买 你说 我摸一下材质好不好 上衣 对 曾子余怎么了 你们这样讲一定很夸张 衣服大概六千 我现在不知道那是什么牌子 他说六千 裤子 裤子应该大概 看他牌子 这个牌子 三千左右 它其实是一个潮牌 它不是属于金 三万 你身上那一件多少钱 这一件它的原价是一万两千八 然后我是打折的时候买大概在八千块左右 然后它其实 这样乍看这样没什么 这种衣服也要看人穿 对 你这样有气质 你穿起来还是好看 就是我会觉得它其实 因为我很喜欢类中国风的东西 然后它有一些新的原价 像比如说它可能融合一些这种 有些琥珀的细节 然后其实弹性是还不错 而且它也透风 所以其实你穿久是很舒服的 对 而且往往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你不要觉得嫌那些什么东西贵 其实它东西贵有它的道理 我买这件裤子的时候 我觉得说哪有那么贵 我穿久之后发现它还真好 牛仔不断 而且这件牛仔裤它是一万六千八 这件是三 现在的价格应该是接近四万左右 天哪 到底 他会涨价 他也是一个 为什么 他是一个我们怎么讲 就是一个相当知名的艺人 叫余文乐 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潮牌 叫Madness 我这是本来去香港逛就没去 对 然后因为它的所有的牛仔系列 全部都是日制 它全部都是日本手工制的 然后它这一次是跟一个日本的品牌 叫UnHollywood做的联名 那个时候穿这件牛仔外套出去的时候 因为夏天嘛 最近有点热 然后我的朋友就问我 你最近新买的这件Levi's 蛮好看的 他说有 他说好像 他没有讲gap就不错了 对 不错了 他说你最近 这件好像不错 你买多少钱啊 然后我就讲了一个大概的价格给他 然后我说现在 我买多少钱 然后现在多少钱 哇 他整个吓傻 就赤之以鼻到不行 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需要穿这样子的外套 但是因为我是怎么样 我是拜托他的发型师 然后一边跟他剪头发的时候 一边请雷他说 我有一个朋友 我跟你说 他很辛苦 你知道他为了喜欢你的品牌 他还去贷款买你的衣服 你知道吗 他真的很喜欢这些牛仔外套 你可不可以帮他一下 我是因为这样才获得他 我穿出去 不好意思 很热的时候 另外一个朋友 我要穿着要让大家看到 对不对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我们享受什么 懂得一看到 远远的看到 这个好像是那个品牌 像因为我这个牛仔裤 全台湾只有两间店有卖而已 这个品牌 对 所以我就很享受这种感觉 你是去哪一间银行贷款的 就是这个理由是哪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现实 我跟你说 你如果有需要的话 这些东西有它的价值在 可是对我来讲 价钱也很重要 你毕竟穿出去你有多少机会 又不是在节目上 你可以告诉大家 它的价值在哪里 你如果出去跟朋友吃饭 一直在讲它的价值 朋友可能觉得你在炫富 或者是会觉得你好刻意 我们好像配不上你 所以我会觉得东西能够用得到 所以他没什么朋友 你不知道 所以就来节目上讲 你不知道我都一个人去开刀 好惨 最孤独的那个等级 好那还好我朋友很多 没有 因为其实我们拍戏 会用到很多的衣服 鞋子 包包 这些配件 而且因为拍八点档 常常会在一个 你知道这一集要干嘛 但你不知道下一集要干嘛 然后我就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 我带了一个 可能我拍戏很久 好不容易要犒赏自己买了一个香奈尔包包 因为我演一个有钱的千金 我就带着他拍的那场戏 结果没想到后面剧本出来 我要被追杀 我要带那个香奈尔包包上山下海 被人家推倒在地上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包包滑出去 然后地上再抹过去 然后我花好几千块去整理它 所以从此之后 我再也不拿贵的东西去拍戏 然后像是我这双 我就找到评价好 我例如说这双高跟鞋 它还有做这种 一点点小小设计的巧思 这双才四百多块 然后这个手表 它是可以当作一个装饰品 那质感还不错 它可以当作一个装饰品 因为它上面有一个丝巾 然后这个丝巾还可以拆下 在脖子上围着 这个手表不到一百块 这个太阳眼镜 它接下来说连盒子 它也不到百元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拍戏 我们要用的量是不会太大 而且可能会遇到一些灾难戏 我觉得我们就不会买太贵 你是以拍戏的角度出发 工作出发不一样 买评价好物也是一个生活必备的技能 但试货的本事 其实是就不太好 所以我还是要看你 要专家 还有什么会让网友 气到那种血压升高的不失货行为 我们问一下又云 好了 接下来看一下排行榜上的第四名 真的是会让人气得牙牙痒的 就是老公嫌厕所太臭 就拿我的名牌香水喷厕所 这带百分之13.6 有网友就分享就是说 自己很珍惜的 用一个比较专贵的高级面霜 然后每次擦的时候 都是一小点一小点 这样子慢慢地用这样 结果有一天他就发现奇怪 怎么中间挖了一个大洞 怎么少这么多 才发现原来是老公拿去用 而且老公就是嫌说洗完澡 脚太干 拿去擦那个军裂的脚皮 让这个网友真是气疯 他就想说我每天这么珍惜的用 你给我擦脚皮 用这么高级的东西是要干嘛呢 好啦 大财小用的行为 是不是都会让这些明眼人 真的是快要发疯了 如果那个东西脚皮都可以擦好 那就厉害了 对不对 哪一只擦内部船就好了 我不能用 太健薄 我跟花花姐就是在聊天过 她说她们不是出外景 她们那个张立东她们什么的 她们就说眼霜对皱纹的景致很有效 她们全部拿去擦肛门你知道吗 想看看说她张钢门会不会比较紧致眼 所以她们就全部都拿去擦一些 有的没有的地方 钢门被擦到没有皱纸很细 对 这不是钢门了 对 这不是钢门 你们不能自己擅自决定 那我觉得你不要跟立东她们说一下 因为我求证过立东说确有歧视 对 就很荒谬 因为那个真的很贵 擦一下就没有了 我觉得像最荒谬的就是说 你不试货我觉得没关系 但你不试货不可以破坏它 你不可以不爱惜它 大学的时候我有买过 有一个很有名的品牌叫Porter 对 就日版 日规的Porter 然后那时候跟日本的一个 很稀有的潮牌 它的一件衣服 一件T恤都是上万块 就是Master My Japan AMJ 然后那个时候我跟你说 我痛定失控 大学的时候去卖血 想尽办法不吃饭 你知道真的 两个月左右的生活费 买了一个包包 就像你知道它是那种 这个就是那种圆形的那种 金智琼 对 金智琼 就有点像球带 它是那种就是这种波士顿包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想 哇 买到这个东西 我以后走在马路 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 一定是畅行无助的 是一个怎么讲 潮南代表的这个概念这样子 因为我有同住的那种同学 然后同学是那种 Spotty boy那种 每天都打篮球 下个桌啊冲啊你知道那种 有一天 我要跟他一起打球 我说我先去冲个澡 我原来就听到有的时候 欸 那个救我用一下 这样子 什么我想说 那可能是别人的 就不是我 没有同事 没有四五个人 然后我洗完澡 一出来我看到那个袋子不见 然后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个好像是我室友的声音 哇 你知道吗 他拿着我的那个波士顿包 你知道我平常 我真的是把他当老婆疼 我只是他没有抱他睡觉 因为这个东西把它保存好 它是可以卖好价钱的 就跟类似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他装 他拿着我的波士顿包 装了他一颗没有洗过的篮球 装在里面 没有 他的球鞋 他的 就是你知道那个球鞋是 你知道男生打球 都会专用的球鞋 就那一双 很可能洗 很脏的那种 你知道穿不出来 松的那种 然后 袜子塞完 塞满了之后呢 他到球场 第一个反应 他后来跟我承认 他是用丢的 球袋你知道吗 就是他会觉得打就碰 然后拿着球 然后就开始 你知道大家就开始打 你马上到球场 因为你知道他那种 它那种防水布的包包式 你只要有刮痕 它会有个银色的 你知道会一条一条 我整个底盘 就像有人拿那个去撸 你知道吗 那两万多直接就变 两千多块 这是把我气的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东西 我说你知道这东西有多怪 他刚刚讲完了 他就觉得说 你知道他当下就是那种 怎么办 你打过米花架 因为他会很紧张 所以我跟你说 这种东西是需要长期去培养 要啊 那我觉得你要吃到 就有一些make up 不然你不小心去破坏 一定要像比如说 那已经不是吃雪莲的问题了 你知道我也是 我也是也是 我带红酒去聚餐嘛 然后呢我就带一瓶那个 OPUS ONE OPUS ONE现在要一万多 有一万三的 有些都一万多这样 然后我们大家就喝喝喝 就是说要醒酒嘛 要喝喝喝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 他给我加冰块 红酒加冰块 你说如果是便利商店 三五百块就算了 如果说玫瑰叉就算了 那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我老公也是 不能说谁要爆炸 可能会看 那我老公本人 他呢对他来说 酒呢就是那个 酒精的趴数 对他来说比较易 就是那个酒 晚上睡觉的时候 喝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 我们有一次在聊天 大家就说 那个谁谁生日的时候 然后他们去飞到日本 然后有人特别送了 那个朋友那个年份的酒 然后那一瓶酒 你知道要几十万 这么贵的数字 然后我们就聊聊聊 他说虎哥当年你生日的时候 我不是也送了你一瓶酒 那个酒呢 你要不要那个 你跟你太太十周年聚会 结婚今天来喝 他老公说酒喝掉了 我说那个是你生日的年份 我哥 生日年份 一九 你老公应该一九六几 天哪 一九六几 然后呢就在去年吧 我老公就是有一台那个 就是跑环道那种 很专业的脚车车 送给朋友的儿子 那朋友的爸爸呢 就回里两瓶酒 我们那边在吃饭 然后我老公 因为酒寄在那个朋友的店里 他就说 那那个上次谁送的酒 我们开来喝啊 然后好在我朋友很懂酒 他说 我哥那瓶酒要四万块 你有两支先不要喝 然后老公就来说 没关系啦 就来喝 我哥真的不用 那个酒 之后我们慢慢喝 之后老公就会觉得 好久不就是应该喝了好睡觉 不会头痛就OK吗 那包包我也有买过包包啊 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那种东西 你就是怎么讲 我的观念就是觉得 你买来就是要用它 你不能担心它受伤或干嘛 所以我也有买过一个稍微贵一点 我这一辈子买过这个 这个我也有 好有钱喔 然后我也是买去哪有都乱背啊 然后拍戏要换衣服了 然后我也是把它丢地上 这个很方便 因为它旁边还可以放整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要用它 所以它现在破掉了什么 我也觉得 就觉得很厉害 我有 我也想买它的手机壳 你知道吗 它有出手机壳 手机壳真的太浪费钱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继续 对啊 就是要使用它才会有那种感觉 比如说背出去 然后要一直这样很小 对 我也觉得买了就是要用 因为其实我自己的话 我弟弟有送过LV包 然后他舍不得用 所以他很少拿出来用 他说姐你常去上节目啊 或是活动你会比较用得到 结果我就真的每天毛起来用 因为我出门常常骑机车 我就毛起来用 连下雨天的骑机车都背着他出门 然后我弟弟看到就是傻丫 他说姐那个包包 他也不好意思跟我讲 他跑去跟我弟讲 他说姐就这样把它背出去 万一下雨天发霉怎么办 我想说那个包包如果十万块 我每天背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平均下来背一次是三百块 划算 划算 如果你两个月才背一次 你那个是菜籃的概念不一样 什么 那个不一样的就不一样 可是有时候就是东西品质好 它就耐用 对 它就是耐用 而且用一用还会有那个 用过的感觉 用过的痕迹 我以为那就是服务 所以你们两个也承认 有这贵的东西也耐用 等一下 因为那个太贵了 成功 便宜不一定有好货 但是贵的东西一定是好货 应该是这样 所以应该讲说 你就是要把它拿出来用 不管你用坏用脏 但是你要用它 它才有价值 它放在柜子里面就是没有价值 但是它会生纸 没错 放在柜子它也会生纸 不是吗 要保养得好 还要看保存 你还要保存得很好 不如拿出来用 我觉得比较实在 用在自己身上 我有一个PLATA的 也是背了好多年了 耐用 对 还好好的 而且现在他们这种 比如说轻舌 或者是这种日系 他们都会用一些新的科技 比如说新的那种防泼水技术 新的耐瓜技术 它就不像以前 比如说它皮革上面 它你会很重 不会 它是很轻的 所以你就更便利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 大家互相交流 你就会觉得说 我这个东西 我还没可以跟你聊说 我买这个东西好坏 可是如果你 对这个东西没有了解 你就会没有办法去 跟人家聊到这个话题 好像还有两名在那边公布 又也麻烦 好的 接下来看到牌牌上的第五名 就是用心搭配了一整身时尚穿搭 结果朋友却说不好看 这在12.9% 有网友就分享就说 因为有一阵子很流行 那个鸳鸯袜 就是两只袜子的颜色不一样 有点壮色感 然后就有一天他就很开心 就想说穿去 然后跟朋友炫一下 没有想到朋友居然看不懂 就算了 还嘲笑他说 穿错袜子了 让这个网友当场就觉得 真的没有化疗了 好 那接下来 第一名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花了大把心力 才做完的事 结果被别人说很轻松 这个占了29% 好了 他就有一个网友分享 就是说有一次 也是自己的好朋友 那因为想要跟情人 来一个浪漫的晚餐约会 然后纪念一下特殊节日 所以他就想说 帮一下自己的朋友OK的 所以特地去找了人脉 订好餐厅 还跟他讲说什么 我都帮你安排好 你想要有点差别的 也可以跟他们讲 要不要演奏什么之类 结果这朋友呢 就开玩笑了 讲一下都说 我都帮你处理好了 你是不是请个吃饭 没有想到 他的朋友居然就这样说什么 还好吧 你也没帮什么忙 让这个网友真的 起到他整把都会 好了 花费时间 心力 耗人力 还委托自己的人脉 结果却被人家 不当一回事 你说这欧不欧 是真的 我很常帮朋友 在专柜上面 比如说要拿包拿鞋 但他们都不会知道 因为这些东西 有某一家店就是你要配货 需要配货 因为我一开始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配我的货 然后包包他有的就卖我这样 然后有一天是我的一个朋友 就说他要送他老婆 结婚周年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时候 我朋友他老公想要买这个包给他老婆 但还好他要的那个包不是一个极度困难的 然后他就到少师就说 因为他那个品牌很喜欢 听到是老公送给老婆的这一种 然后他就说好 那他看看这样 结果他也有真的有这个包 然后后来我的少师就很可爱就跟我讲说 霍小姐 谢谢你介绍人来啦 但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样子会抢到我自己配货的扣打 比如说你拿自己的让出去 我等于先把我的货的给他嘛 对 我还知道就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 我朋友说还好吧 你那么容易就拿到包 容易 我的扣打 还好啦 你少买一个 我再也不怕他拿了 我跟你说 我之前也有遇过像是比如说 可能很多人他就觉得说 可能我们身份的关系你是艺人 所以你会有非常多 就是荣华富贵的朋友 对不对 就比如说上流车或什么 就是说你有各种方法嘛 认识的朋友比较广一点 对 比较广一点 他就觉得说你好像 总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获得 他们不容易获得的东西 比如说最近 这个某一个 陈差迅的演唱会的票 很难抢 然后我的朋友就打电话 他说 那个什么什么 如果你可以 因为他讲的就是 他要带他的家人 女友 去看他们等了好几年了 去上一次也没看怎么样 那我当然就觉得说 他讲的这样 我就记在心里 我就觉得说不行 这个事情使命力大 你要把它完成 想尽办法打电话 找弄 就是如果怎么样 我们可以买 怎么样 我可以先付钱什么 他说好 没关系 那我知道了 他说那你是谁要 我说这个是我很重要的朋友 怎么样怎么样 讲的就差一点 就是自己分身的 你知道双胞胎弟弟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想说 好 那我知道你的重要性 然后果不其然 但是我有跟我这个朋友说 我说是这样子 如果确定要的话 那你要先付钱 对 而且不是定金 是全页 你要先付钱 他说OK啊 没有问题 确定六张OK 我说好好 结果我讲完的隔一天 对方说票拿到 你待会几点钱汇钱给我 我说好好好 然后我自己还没有跟他要钱 我先付给人家 三天后 我打到给他 我说你怎么知道还拿票 他说拿票 那你帮我拿几张 我说你不是说要六张吗 他说没有吧 我那时候应该是说要两张就好 那你卖我啊 那是等一下的事情 对 等一下的事情 就是我听完之后我想说 就是你知道那个心里面 是会觉得说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这个 这五官 这不是说什么钱不钱或什么 是我很努力把你的话 把你的行为记在心里 我努力 我要把你当好朋友 你为了他去这样讲 弄这个人脉 然后还在节目上公开说 你走后门 没错 这么严重的事情 我都说出来 对不对 他说两张之后 我就说 你当初跟我说是六张 我还去截图他的那个 我跟他对话来看 然后他说 没有啦 因为我现在那个怎么样 所以我就是只剩下两张这样子 就只有两个人要去 那你如果OK的话就两张 我说 可是你当初这样子 然后他就有点更小 等于可以 有点类似刚刚那个状 他说 可是我之前 找那个谁谁谁 帮我拿那个票的时候 他也没有这么麻烦 他也没有说 就是说一定要什么几张 这样子叫他自己去生 对 我真的你知道吗 我这气到晚上 我没有办法睡觉 你知道吗 那不话的困 你闭上就想要说 天哪 他居然跟我讲这样子 可是陈一轩的票 应该很好脱手 我觉得很好脱手是一件事 可是这也是 我觉得我受伤 我觉得我把你的话 当作胜伤 而且那个要透过关系 去拿那个票 而且不是说什么 就是我们也是笨 所以那四张 我们什么时候成交 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已经卖掉了 就是卖掉了 你跟你朋友讲一下 我的演唱会不用奖票 要吧 要啦 不要啦 对啊 黄轩有犯过像这样的错吗 我觉得我有时候 真的太耿直 太老实了 因为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大家会互相说 在服装间嘛 就会互相说 你觉得这样搭好不好 例如说 我今天穿了一个商业 说你觉得要搭裤子 搭裙子好看 大家互相问 然后我通常都很老实说 我觉得你穿这件看起来比较胖 我觉得这颜色不适合你 我觉得你应该换一个腰带 什么之类的 就有一次是一个很资深的一姐 然后她就穿了一个是 那天的场合是一个party 是一个宴会 她穿了一个很正式的服装出来 然后她说 就在问她说 你觉得我搭这个项链 这个耳环怎么样 然后我说 姐 可是我觉得这件看起来好像 就是显得你的下半身 这边比较远 你这不是梗直 这有点太直 公直 你知道她真的就是 那一天都不梗 她说好 我知道 然后就走进去 换了另外一件出来 然后她一整天都没有跟我讲话 然后后来服装师跟我说 你知道吗 她那件衣服 是去找了赞助商 而且谈了很久 人家赞助她 而且她之前还有发穿搭文 你怎么都没有看她的脸书 你就这样得罪人了 我说真的假的 好丢脸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真的不能够太老实 所以之后人家问我 就是说 两个风格不太一样 你自己决定就好 然后还有遇到过 就是演员去做 那个医美的保养 然后她一来就说 我今天状态不太好 我脸有点红肿感 我说 真的耶 你要不要先去 你要不要先去敷脸一下 你要不要先去按摩一下 再来 然后结果后来也是 化妆师偷传讯息跟我说 她是因为打完了镭射 现在有点红肿 所以她才先跟大家说 我状态不好 你下次呢 要不要就乖乖闭嘴 背你的剧本就好 所以我觉得泰老师 有时候我们是好意 因为我觉得这个状态 出去是不好看的 这样对你是扣分的 可是对别人来讲 会觉得你讲话真的是 是 可是你有时候 多讲一两句就有差 对啊 那怎么会这样子 你是吃到什么过敏吗 对 他就会说 可能就是没有想到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泰老师真的很吃苦 对啊 反而自己受伤害也不一定 这些老师真的太直肠了 真的 对不对 我们都已经这样子 努力做花 可是有时候真的很奇怪 像以前在诊所 也碰到很多那种 坐得自然出去 让人家看不出他坐哪里 他会生气哦 他说他花了这几年 钱花了没效果 对不对 然后当然大家去看不出来 出去不是让人家 看不出来不是更好吗 对啊 可是很多人出去一看 你有做鼻子 然后让他生气这样 就是有脸 很多种的大 很难取悦 很难取悦啊 所有的女生都希望被赞美 我记得当年我在选美的时候 整个房间你知道 大家都是华人在一起 每个人都超爱保养 你就会开始觉得 不保养有一点心虚 好像自己你知道 躺在那边没有做事情 我就跟着大家泡澡啊 去角质啊 然后那个面膜敷的 那个湿的干的 全部都整套来 好了 平常没有在认真保养 一弄完之后 第二天开始 脸也冒兜兜 背后也冒兜兜 然后呢 就旁边的别的房间就说 你怎么这个状况 你来参加比赛 你是嘉丽吗 你为什么平常没有在保养 然后说 我就是因为保养的太多 就变这样 对 但是我觉得当下还好 因为当时的那个年轻嘛 所以你的恢复力还算快 所以一隔隔几天 在比赛之前 赶快皮肤就可以恢复到自然 但你知道 现在过了35岁 你知道 磁激素开始下降之后 很难 你才过35岁 不然 不然 你不在哪里面 越来越好大 我都没这么老实 谁知道我要忍住 我看起来很老 不要 不要走心 没有很老 我今年也不过才38岁了 生了两个小孩 然后你就开始知道 生完小孩子之后 过了35岁之后 你知道磁激素下降 你就开始会觉得 比较容易掉法 然后会有细纹干燥 然后保养品怎么擦都擦不上去 初老状态都出来了 会有一点点 就觉得38岁 为什么要面临初老的这种状态 然后好在我就是身边有一些 真正的老实的好闺蜜 就给我个很厉害的东西 这个逆龄小子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口服式的保养精华 一般保养精华擦在脸上 但它是口服 就是你吃进去的保养精华 等于是你身体从内而外的 帮你把你所有身体的状态 拉到最好 而且它的这个逆龄小子 你看到它那个光泽度 所以它的那个颜色 你就会希望那个光泽度 是留在你自己的肌肤上面 肌肤开始由内而外 开始有那个光 自然光打在身上 粉嫩粉嫩 那因为你知道女生开始 雌激素下降 所有的身体状况 都跟雌激素有关 我觉得真的女生很需要 尤其产后的妇女 因为怀孕的时候 你的荷尔蒙就改变 然后后来雌激素下降 这个状态真的会差很多 我觉得今天整集听黄契讲话 都很像一个专业的医师 他讲话都很清楚 对 你知道我们开始就是怀孕之后 就生完小孩之后 你的荷尔蒙的这些失调 其实都跟雌激素有关 所以你的雌激素 如果你没有调回来 就算你今天是25岁生小孩 你因为生小孩之后 雌激素 荷尔蒙 大量的就是不一样的变化之后 你也开始出老就提早 所以你一定要开始 逆龄跟动龄 那你知道开始女生出老 就一定会吃很多的豆类 大豆义黄童这些东西 但你一定要小心 你吃的东西 第一个 你是基改的还是非基改的 不见得我们会知道 因为基改的这个大豆义 就会有一些女生的妇科 比如说有长一些肌瘤会干嘛 只要你吃到的是基改 它就会越生越大 所以是很危险 你就一定要挑品质好的 而且一定是要非基改的 再来你补充很多的那种 你知道天然的一些豆类 你胃不好 你就会有脏器问题 你买一些市售的 就是一些有加糖的 可能热量太高 不小心就发胖 那这个逆龄小子呢 他很厉害 除了 非基因改造大豆义黄 还有女生一定要补充的 蜂王乳拉 还有很厉害的 鲑鱼胎盘的萃取 还有我们的杀鸡果油 这些东西都是对女生很好 然后你吃了之后你就发现 你身体的那个光泽度 还有Q弹度 那个溜溜的那种滑滑的感觉 就回来了 你就会发现 你38岁回到28岁的那种触感 你知道吗 你先不要这么兴奋 我知道 我知道 OK 然后因为你知道 女生就是年纪在长一点 就是比如说我的妈妈辈 可能会有一些那种兆乐 或者是你知道 心情烦躁的那一种 就是初老初老的那种症状 它都可以缓解 就熟女的这种不适感 再来很棒的是 你的外表的肌肤变好了 你知道女生的私密处 也是需要保养的 所以小小的一个逆龄小子 这小小的一颗 里面有琉璃菊油 有叶剑草油 它都是对女生私密处 很好的保养 然后小小一定呢 你就是睡前吃 那你会发现它很小 它是日本专利制成的技术 很小 而且它可以帮你把 这些有效的成分 很好的包覆 让你身体吸收的是比较快速 而且它保存力很好 所以一颗就OK咯 那这个软胶囊 因为很小嘛 你就可以吞得进去 那刚开始强调 就是这种飞机感 大家都一会 很重要 因为它呢 这个公司 它是跟东海大学的 机能研究所 一起研究去开发 知道所有东西 它对女生 第一个是一定要绝对安全 所以这是Made in Taiwan的 这是Made in Taiwan的 然后你吃的东西 基本上一定要非常安全 尤其是你知道长期吃 对你的妇科 或是你的身体的机能 一定要安全有保障 然后吃了药有感 像我自己现在吃两个月 我就觉得 天哪 你怎么会这么喜欢自己 然后你看到镜子的时候 就会觉得那个光泽度 会有自信 会有自信 对 难怪今天看起来二十八 没错 是不是 然后你看就这么难 这么自信的 可以喝 早上起来那个光泽度 然后我觉得你知道 女生的那个生理期 如果不顺 咋的话 你就会整个人生都是很害 那这个 如果女朋友本身脾气坏了 她是可以给她吃这个 可以 可能没有用 家庭必备良药 吃金书好 你生理期顺 你心情好 一切事情都是彩色的好吗 一定要逆铃跟动铃 好的 谢谢益心介绍 谢谢 谢谢 每一个人价值观 经营观都不同 对 那有一些人可能觉得 精品能够保值 像你们觉得说 这些精品保值 那有一些人觉得说 这种CP值可能会比较重要一点 要做自己能力范围 能及的事情 不要月级打怪好吗 那就是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你们这个对这种产品精致的这种 像这种 他们对这种 CP值 没错 没有概念的 我们也要尊重他们 对不对 你怎么好像有点在尖了嘛 你尖叫我好像赌一 没关系 不太好 那去解掉 好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上我们的粉丝团 按赞 留言跟投票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